哈囉大家好又回到九尾的這個 amazon開箱分享 然後今天是我用我的新的相機這個 錄影的第一次我想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啊 搞不好2023第一次喔 我買了一台新的相機 然後之後可能可能可以錄一個影片來分享 就是我最近還在使用這個試用 所以接下來可以下一個影片可能或下下一個影片可以來分享 那今天要分享的東西是 為什麼會買這個啦 就是如果有看過我之前開箱影片也知道就是 就是我不是為了開箱而買 我是有需要買 然後想說丟盒子之前就是這個可以記錄一下 就是買了東西 然後可能也許有些人也會需要用到 就 嗯 至少我是 我嘗試過 所以可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後 大家可以決定要不要去買這樣子 那 通常我都是買 如果是買一個我從來沒有買過的東西 又沒有人推薦的話 我通常是看 Amazon它上面會 會比如說 它可能會黑色的標誌 它是說 這個 Amazon Select 還是 啊 Amazon Choice 是它會黑色的 那或者是說 Best Seller 嗯 就是 可能我會以這兩個地方去看 不是賣最好 就可能是 他們Amazon去推薦 就是說 但我覺得推薦通常應該也是賣得好 或者是 嗯 就是這個 正面評價也許是4顆星以上 或是 這個再更高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水壺呢 是其實是因為 嗯 我覺得美國的水啦 就是 我覺得以台灣人立場會覺得說 欸 好像有時候水喝起來沒那麼好喝 或者是 為什麼會一直有味道這樣子 那 那 其實那個 這個問題 嗯 我不知道各州是不是都這樣 但是我在Milwaukee已經住了 超過5年 然後 嗯 我自從從宿舍搬出來之後 我發現各個地方的這個 過濾水器的品質可能就是 它的功能可能強弱有差 那 也許我們 我現在搬出來這個地方 它的 呃 濾水器沒有那麼厲害 那 嗯 嗯 所以我 我其實一直以來就是 即便住宿舍的時候 我的水也是濾 濾過 然後 然後會煮這樣子 那時候的水光是過一個 就是 那種 brita的peacher 就是那種過濾 過濾 過濾水壺 過去之後就非常好喝了 那 就是也沒有聞到什麼味道什麼 但是 自從我搬出來之後 就不時 會聞到 一種 很難形容的是什麼味道 就是 呃 我自己在外面的狀況 其實是 我是濾過之後再煮過 然後甚至我 最近一兩年內 是濾過 煮過 再濾過這樣 那那個味道 有時候還是會跑出來啊 就很討厭 就是 你喝水的時候 反正你聞到 一個東西你就覺得很奇怪 那 嗯 我就剛好 在尋找各種 各式各樣的解決方法的時候 然後 就想說 欸我剛好其實 之前我其實都用學校的水壺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最近這陣子很容易 把學校的塑膠瓶打破 我大概已經打破兩三顆 然後就變成說 我的水壺有點不夠 然後 所以進而就是 讓我去 Amazon 上面想說 欸來買個水壺 但是 買水壺 如果買一般的就覺得說 欸那我就 就沒什麼 就跟學校一樣 所以我就想說 欸那是不是有一些水壺 是可以 讓我的水 可以 可以同時過濾我的水這樣 那所以我就 去查一下 就發現說 欸就是真的有這種 就是 他就是 你在過濾水壺 那其實也有這種水瓶 就是隨身帶水瓶裡面 這個也有這過濾的 濾水心這樣子 那濾水心的材料 多半是碳啊 那活性碳這樣子 然後 所以會過濾掉 這個 可能成 就是有一些奇怪的臭味啊 或者是 他可能過濾到水裡面的一些 就是 對人體不太 友善的物質 比如說 最常見 可能就是鉛啊 或者是金屬離子啊 這些 這個 飲用水最常見的問題 這樣子 那 OK 所以我就 那時候就是這樣看 然後 基本上我就是買了 就是 通常我 我下單 就是基於剛剛那個講的那個 就是 嗯 他是 Amazon Choice 或者是他是 Bestseller 然後 同時我在買這種 就是跟 自己健康可能 比較有關係 我就會看那個下面的評論這樣 比如說 我那時候去看的時候 就是 有人就是 嗯 他就 拿這個水壺 我來看一下我當初買的資訊 這個水壺 然後 有人拿去 嗯 啊 我現在這裡看不到 因為我最近的 Amazon帳號 換了一個 那 總而言之就是 嗯 但是我可以查一下 這個 今天跟大家分享兩個牌子 一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所以你如果喜歡造型是 這樣子 他裡面有個綠 所以這是你是 他其實是一個吸管 你就是吸上來這樣 所以他 他是 經過這個過濾之後上來 然後 然後 出水口 在這裡這樣 那所以這是一個吸管 被這個 蓋子保護住的設計這樣 那 這個 另外這一家是叫 LiveStroll LiveStroll是 他是 這種 壓 壓 就是吸管可以壓下去 扣住的方式這樣 那 搬起來之後 他也是這樣 的方式 吸管吸起來 這樣子 那 他的這個碳 就做了比較大的一點 那這個就相對小小子一點 那所以 基本上 通常 這樣的情況就是 基本上這個的 就是 就是更換 應該講說 綠水 綠水的 次數就可以再更多一點這樣 那 這一個是叫做 我看一下喔 這是LiveStroll 然後 OK 我那時候是買 對 是這個 所以這個差不多是 美金三四十塊這樣子 就沒有很貴啊 那 通常我在 我在 然後這個 我記得了就是 他比他便宜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應該也是差不多二三十塊三四十塊 所以我那時候買兩個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想要嘗試啊 看哪一個比較好這樣 然後 然後比較好留下來 比較不好的 退回去 但後來我發現啊 就是 我買兩個啊 他其實這個使用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 你不是一到水進去 然後吸上來的時候 他就過濾完 通常是 你要給他一些時間 就是可能幾個小時去過濾 所以我後來買兩個 我發現一個 非常好的地方 就是 當我在喝這個水壺的時候 他就在過濾這樣子 那等我喝完的時候 他大概差不多過濾好了這樣 所以 我通常就是交替交替啦 就是 欸 我在喝的時候 基本上他已經過濾好了 就是 嗯 我當然第一次喝的時候 兩個裝好之後 然後我就等幾個小時之後 先喝其中一個 然後喝了其中一個之後 這個喝到快美的時候 好 在這邊就加水 然後 加到滿之後 就後來他放著 然後再喝這個這樣子 然後所以永遠就是 都是 已經有足夠的時間等待好 然後過濾這樣子 對 那 所以 我也會推薦大家可以 可以考慮這樣的方式 那 你如果喜歡 比如說Livestore 還是Philip 還是其他牌子 你可以 同樣的 你可以買兩盒這樣子 那 嗯 這個就我自己的 喝起來感覺 就是喝起來的口感 確實變好了 然後 我剛剛想要講的是說 嗯 Livestore這個 嗯 是有人 就是在下面留言 在看下面留言的時候 有人把這個帶到 然後 如果沒有記錯話 因為我記得是滿有說服力的 呃 的這個 評論啊 那但是詳細去的國家 到底是非洲還是印度 我也不太確定 但是反正這兩個國家 都讓我覺得說 那邊水 大概沒辦法直接喝吧 但是他 帶了這個去之後 就是 整趟旅遊 就是用這個 然後喝水 然後都沒有造成肚子的 這個問題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說 OK 他非常就是 就是 有可信度這樣 那有實證的例子 這樣子 對 所以 一個是Philip 這個是 他是叫Go Zero 的這個 Water Filter Bottle 這樣子 然後 他就是會 會過濾掉 他就講說 這個 會幫你 就是改善啊 就是你的飲用水啊 然後會減少 他是講減少 reducing 這個 裡面的濾 然後還有這個 他裡面的懸浮粒子 這樣子 那 確實是沒有 沒有看到什麼 這個懸浮粒子 或者是 喝的時候 也沒有喝到 綠的味道 對 那另外一個 這個Lystro Lystro 他是Lystro Go 也是Go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都喜歡用Go Go 這個 然後他這個 filter他是可以 這個Bacteria 還有Parasite 所以這個 滿有趣的 就是他可以過濾掉細菌 還有 寄生蟲 所以那難怪 就是他說這個帶去 非洲 然後什麼 印度的話 也是 可以讓你頭好壯壯 這樣子 然後這個 chemicals 還有 pasticide 這個 這很厲害耶 這個農藥也可以過濾掉 這樣子 ok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 microplastics 這種 微米尺度的 這些小東西 這樣子 那 這個上面就會寫 就是 比如說像 這個 他就有寫說 他的 他的孔洞是 point2 micron 所以其實滿小的 差不多200奈米 200奈米是什麼概念 就是那種奈米碳材 就差不多是 如果你是這個什麼 石墨西 像我們研究在做那個的話 基本上是 比這個是大的片狀物 所以像那個就可以直接把它過濾掉 所以其實是滿 滿小的 這個孔洞 然後他說 他可以filter 1000加倫 可以4000公升 這樣子 4000公升的話 這個我覺得 他是 他上面是寫 650cc 在這裡 那 基本上我裝到這裡 這一瓶應該有 7-800cc 那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 這個 這是 差不多0.8 對不對 所以他可以過濾 這個 嗯 差不多 5000瓶 我看一下 0.8 對 可以過濾這個5000瓶 那5000瓶的話 你就想說 你如果一天喝個 因為這交換交換嘛 所以我一天如果 喝個6瓶的話 他好蠻厲害的 通常可能 可能也許沒有6瓶 那我們就算 算他 3瓶這個 3瓶這個 那如果這個3瓶的話 你就可以 剛剛說5000瓶 你就可以 這個 大概 5000除以3 大概 1700 1700天 喔 那個這非常久 1700天的話 你就可以 這個好幾年了 所以這個 這個瓶子 真的假的 這個可以 可以用好幾年 我的話 我可能覺得我 其實 幾個月到半年 我就覺得夠本了 我就可以換一個濾心了 但是 既然他這樣講的話 我可能就一年換一次濾心這樣子 那 嗯 他這個另外也有講說 嗯 OK 所以他說 這一個 如果是他的薄膜是剛剛那樣子 那 他的裡面的活性碳 活性碳是可以這個 100公升 100公升 那100公升的話 剛剛的這個 0.8來算的話 就差不多是 嗯 差不多 125瓶 那125瓶的話 一天 這個 你如果喝3瓶的話 差不多 這個 40 40天 所以 差不多一兩個月 也許可能就會換一個這個 filter這樣子 嗯 差不多 OK 好 所以 OK 所以他的意思是應該是說 幾年內你要把這個品質換掉 但是裡面這個filter 你可以這個 定期換 這個 兩個月換一次這樣子 那 另外這個的話 哇 嗯 Fillip 他好像沒有寫 喔有在這裡 嗯 他可以150公升 所以剛剛那個是100公升 所以他蠻有趣的 他比較細 但是 他可以這個 嗯 綠的比較 比較多 多瓶水這樣子 那剛剛說 剛剛那個是差不多1.5個月嘛 所以 是他的1.5倍 所以這個 這一瓶可能就可以兩三個月這樣 所以 那同時的話就是 也許兩個月 我就可以換 換一次換一次這樣子 所以 所以蠻好的 就是 嗯 我覺得水的品質很重要啦 就是 畢竟是 嗯 水是 每天在喝嘛 然後 嗯 人體有 很大一部分都是水 然後水的 嗯 品質對你這個生活的影響 是非常的大 所以 大家可以 嗯 如果你在美國的話 然後你那個 地區 也許你的filter 如果 你覺得不夠好 或者是你 沒有那麼的自信的話 那就可以 嗯 跟我一樣 試試看 這種 這個filter water bottle 希望這個對大家有幫助 下次影片見 也會不會 有 對 對 你 說 我